人类从第七世纪开始 有一群人叫威尼斯商人 是全世界最厉害的贸易商 威尼斯从那个时刻开始 在人类历史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但威尼斯现在 其实当地居民只剩下5万人 大多数都是观光客 它原来是有好几个小岛 跟戏湖所连接起来的 当地特别把这118个小岛 全部都串了起来 这项戏湖成为一个 所有的人可能一生里头 觉得一定要去的最美的 最梦幻的地方 在海平面上升情况之下 有些人就评估到了2030年 威尼斯的冬天或是涨潮的时刻 很可能就会面临危机 而今年的威尼斯正式的 被世界遗产组织 列为平临危险状况 他们认为呢 目前威尼斯的观光客太多了 这会导致当地无以为继 会更早的面临即将消失的地方 过去在2010年的时候 当我制作文权的世界周报 同时我们引用了 Copenhagen当时Cope 联合国气候变形大会的 这个消失的100个地方里头 就列了威尼斯这个例子 而发展到今天这个情况 越来越靠近时间 那威尼斯的方式是什么 它当然也没有座椅代表 它又有了一个摩西 就是圣经里面摩西的闸门大计划 希望能够挡住这个洪水 但能够挡多久 有的时候极端气候 它来得又快 而且还偏偏上升 又超过科学家的预期 这个水能够挡多久 没有人知道 这座海上王国 威尼斯原本的国名 是非常宁静的意思 然而这个名字 现在已经不再适合了 在这座原本仅有 运河水的排挤声 和一百座钟楼的 终声回荡的宁静共和国 如今此起彼落的外语 成了城市主要配乐 The 25 million tourists who visit every year are actually another major threat to Venice Souvenir shops and high-end boutiques catering to them have replaced vegetable stands hardware stores and other shops necessary for daily life Housing prices have soared with speculators buying a property to rent to tourists and as a result Venetians are moving away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re are 150,000 Now there are only 50,000 一个只剩下五彎居民的城市 一年却要接待超过千万 甚至三千万的全球旅人 鲜少人知道 或者根本没有人在乎 这里原本只是一片细湖 毫无立足之地 人们用桥梁将118座小岛连接起来 只为了展现意大利人的钢铁意志 构筑了掌控东西贸易的澳人城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7月31日公布一份报告指出 威尼斯在防止过量旅客 气候边迁和发展项目造成的损害 所提出的改正措施仍然不足 因而提议将威尼斯及其细湖 列入世界遗产兵委名单 其实早在2021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曾提议 将威尼斯列入兵委名单 但由于意大利政府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 而在最后一刻搁置 大约大船车尼斯沿着25,000公司 都被离开了 里的公司司案里也没有担心 提出的地方 但是这意味着 威尼斯会变成一个组织的图片 过多的游客能够用政策来规范 然而另一个问题 就不是意大利政府可以独立解决的了 那就是气候变迁 整个人都分开了 但是一切问题 来给一 проблема 这个越原בׄ智人 现实可以想見 我们先看看 你该 learning的最高的记性 图类各种地图线 城内澀之间 仍平把风配领 一次你可以卖和沙拉 最后都在来越低 水流 in northern Africa Jeroen家收音 氏用流会危机 ini生命avour 這不是近幾年才有的問題 雖然數據顯示超大淹水沒幾年會出現一次 但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警告隨著氣候變遷日益嚴重 維尼斯漲潮和淹水將變得更加頻繁 主席人員大廈的某個大廈 我正在這間廈浴室 有些特別的窗戶 有個特別的窗戶 有些窗戶是關於窗戶的窗戶 並將窗戶是窗戶的窗戶 在窗戶上的窗戶 然而温尼斯还不止面临淹水的问题 这个曾经让莎士比亚最新的城市 正在以每年2毫米的速度下沉 2021年气候研究组织提出 如果气候情况未获改善 在2030年前 将有六个大城市沉入水下 其中就包括威尼斯 但有一个可能性的救援 这就是MOSSE 一个名字 但也符合英语的语言 像是宗教的角色 这些门口是建议到海洋 摩西已于2020年投入运行 并成功保护威尼斯 免遇数十次洪水侵袭 Venice is no longer just something beautiful to look at its fragility is a warning to the rest of the planet that this ancient city is under pressures from forces it cannot control Venice is not alone in a world of warming temperatures and sea level rise no place is an islan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